我偷偷告訴你 設計比賽只要扯到環保運氣 很容易得獎 大家好,我是Ruggan老師 我是工業設計師 也是大學設計區的堅韌老師 今天是生活設計師的第一集 我想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專業背景 什麼是工業設計呢? 工業設計又被稱為產品設計 生活上大家所使用的各種大量生產的產品 小到回紋針、大到火車 都被我們歸納到工業設計的範疇之內 工業設計其實就是範圍廣的一種設計 如果我們用消費區法介紹這個領域 也加重了所有私體物件 除了房子、裝潢、衣服、印刷品之外 基本上都會算是工業設計 現在的疫情越來越烈 有一個產品是每一個人 天天都會用到的親密物件 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口罩 口罩英文是mask 跟面具其實是同一個字 縮起口罩 我們先從面具縮起 幾千年來 人們就已經開始戴面具 歷史上許多文明都有這個習俗 關於面具 我們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時期 從穆萊伊臉上的黃金面具 印度教的疑似性面具 到非洲各部落的木製面具 都可以看到這類產品的影子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扮演 扮演人們崇拜的對象 幾千年來 一度發展演化 這項產品有了很多不同的功能 因此有了許多不同的設計 今天我們就在不同的面向上 跟大家做一些介紹 面具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是時尚裝扮 第二個是隱藏身分 時尚裝扮的部分 這部分的重點是改編造型 基本上只要遮得住半邊聯 漂亮跟帥氣夠 不需要任何功能上的合理性 在改編造型上 有一個很獨特的需求 戴上面具是為了讓邊 認不出你來 比方說 搶匪 小兔 大家歡迎大家 超級英雄 第二個 防堵面具 說到現在口罩的經典設計 一定要提到防堵面具 需求為設計之母 歷史上 做設計最有效率的事情就是 戰爭 兩次世界大戰的時期 有許多武器是在短時間內發展的神速 就是因為需求 你設計的戰鬥機 你就設計高射炮 你設計的坦克車 你就設計反彈的炮 你設計毒氣彈 我就設計防堵面具 你出招 我就必須 見招拆招 如果拆不了招 那就割屁了 防堵面具的歷史非常悠久 早在公元850年 就出現了用面罩 隔離有毒氣體的概念 1854年 已有活性炭過濾器面罩出現 1871年 發明者平達 將石灰與甘油 添加到羊毛製成的濾芯中 藉以隔離煙霧 現在的防堵面具設計 可以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史開始說起 防堵面具主要用來阻斷經呼吸道 產生毒性的毒氣 如濾化菌、濾化菇等 對於生物毒氣的防護 也有一定的作用 防堵面具能讓佩戴者 免於吸入空氣中的污染物和有毒氣體 完全覆蓋鼻子、嘴巴、眼睛 還有面部其他脆弱的軟組織 防堵面具具備呼吸器 常用於軍事功能 防堵面具的濾毒管 在生化環境下 功效一般可持續72小時 濾毒管一般為研究型 有金屬或塑料製成 表面都塗以防碱漆 內部有一層濾煙層 用於濾去 煙霧顆粒 過濾原件有 濾脂、玻璃纖維 或其他合成材料 裝填層內是經過處理的活性炭 用來針對不同的毒氣 進行吸附 防堵面具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過濾器與呼吸器 過濾器的主要部分 是一個濾毒罐 毒氣精罐內多孔物質的吸附 而失去毒效 我們考量 防堵面具的防護能力 主要是看過濾器的防腹之間 空氣流阻力 和氣零膠之間的過濾效率 過濾器是通過裸口 與呼吸器連接 呼吸器是直接配戴在人的面部 與過濾器相連接的部分 這個部分通常由橡膠來製作 已符合緊貼面部的人體工學需求 從一世大戰到二世大戰 防堵面具的發展非常的快速 短短十幾年的時間 從像麻布袋的設計 變成現在我們常看到的豬鼻子結構 不但設計給人帶的 甚至還有設計給動物帶的 我想你會很好奇 為什麼防堵面具長得像豬鼻子呢? 功能上 因為防堵面具的核心組件是綠乳冠 也就是綠心 而這個零件 必須直接靠近我們的呼吸器官 鼻子 才能最有效率的運作 因此我們可以說 功能上決定了這個設計的基本結構 這裡有個故事 可以講述當初防堵面具的設計靈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德軍於1915年4月的第二次 伊普雷戰役中使用的律器 造成一發聯軍五千多名士兵死亡 戰場周圍的大量野生動物 也因為中毒而死 唯獨野豬安然無恙 經專家實力考察和研究發現 當野豬嗅到強烈刺激的氣味後 就本能地把豬鼻子埋入了土裡面 鬆軟的泥土對毒氣產生的過濾和吸附的作用 人們也一直受到啟發 採用豬鼻子的外型 並紡織鬆軟的泥土 採用多孔的物質來吸收、吸附、毒氣 這是一款1970年波蘭設計的MUA防堵面具 戴著蒸氣盤客的風格 現在看起來仍然是非常經典與帥氣 這個設計就是放在星際大戰中 感覺非常的大喔 醫療用也就是防疫用 現在我們所證的口罩 其實指的是醫療口罩 因為醫學的關係 口罩變成每個人關係最密切的產品 尤其最近 可以說沒了他 很難活下去啊 14世紀黑石兵恨情歐洲時 當時的歐洲正處於生權至上的黑暗時期 可以說明知為開啊 絕大部分的人是沒有任何防護觀念的 疫情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 又有佔總人口數的60%的人死於黑石兵 這個比例高得嚇人 當時的醫生佩戴的鳥嘴面罩 就類似現代醫療口罩或防毒面具 這個看起來挺嚇人的設計 其實非常的科學與實用 前端鳥嘴狀結構其實就是一個濾心 裡面裝有龍眼香 蜜蜂花 有香藍葉 鴉片 木耳藥 玫瑰花瓣 蟑螂 丁香等草藥 除了掩蓋環境臭味外 還有隔離變成飛沫與殺菌功能 這個設計可以說是離現代口罩 最接近的一個原型 20世紀之前 手術的致死率是非常的高的 這不全然跟醫生的醫術有關 而是整體的衛生環境與觀念 1897年 德國病理學家萊德齊 大家發明了一種用紗布包裹口鼻 來隔絕戲劇輕觸的方式 在這之前 手術時醫生和護士呼吸的空氣 和講話死噴出的帶菌口水 這些戲劇都在患者的傷口喪食 常造成非常嚴重的感染 幾乎顯性有時超過手術本身 萊德齊終於反應過來 這樣下去不行啊 於是他在手術時讓醫生護士 用紗布招住口鼻 這下子就大大降低了手術的感染率 口罩在外科手術上的地位就這樣確立了 之後開始有人把六層紗布縫在衣領上 當要使用時再翻過來照住口鼻 可是這種口罩一直要用手按住 非常不方便 後來又有人想出用袋子綁在耳朵上 這就成為了今天人們常常使用的口罩的原型 二十世紀初 口罩首次成為大眾生活必需品 席捲全球的西班牙流感 奪走了約五千萬人的生命 這是一般人首次被要求戴口罩防禦病毒 二十世紀中後期 口罩的大規模使用次數越來越便宜 歷史上的幾十大流感中 口罩在預防和阻斷病菌傳播上 都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9年末爆發的COVID-19傳染性肺炎 使口罩在2020年起 再度成為極為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現在我們幾乎天天需要使用口罩 得跟這個產品親民共存 一般民生用的防疫口罩 常見的兩種 第一種安久五 第二種醫療用口罩 基本上他們都是三成四的結構 安久五口罩的主體結構 由最外層的抗濕層 中間的過濾吸收層 以及最裡面的輕膚層 三部分組成 材料上均為高分值聚品溪 其中抗濕層和貼膚層 大多以仿黏不織布 和熱風不織布為原料 他們本身不具有過濾病菌的功能 作為口罩的最外層和最內層 主要的目的在於定型 和把握中間層的溶噴布 雖然說 N95口罩 擁有良好的病菌過濾功能 但是因為價格昂貴 且戴起來太過悶熱困難 一般人很難長時間佩戴 因此 N95大多是醫護人員使用 或是應用在高污染的產業 醫療用口罩 也就是防疫期間 我們每天佩戴的那種口罩 它們也可以分為三層 最外層是有顏色的聚品溪 有PP不織布製作 經過防潑水處理 可以預防飛沫傳染 中間層則是靜電過濾溶噴層 有溶噴布製作 能過濾溪不織菌 水內層為聚品溪 一樣有PP不織布製作 具有輕膚性、吸水性 可以吸收戴口罩者的口墨 每當有疫情爆發的時候 N95口罩總是成為熱銷商品 許多民眾認為 N95才能夠有效的阻抗病毒 覺得一般醫療用口罩的 過濾效果不夠 然而根據2019年 美國醫學會雜誌的臨床實驗結果 配戴N95口罩時 感染的機率為8.2% 而一般醫療用口罩的感染機率為7.2% 兩者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也就是說 在一般情況下 醫療用口罩 可以達到與N95差不多的防疫效果 醫療用口罩的設計有三大重點 第一個 生產成本必須便宜 因為目標族群是一般人 是每天都要用到必須品 而且是拋棄式的產品 所以簡化加工流程 以最經濟的方式 做出最有效率的產品 是這個設計的最大重點 這個觀念也是工業設計的精髓 否則目標族群買不起 再怎麼偉大的設計都很難普及 第二點 容易收納 口罩變成名聲必須品後 常需要隨身攜帶備用 容易收納變成另一個設計重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 鼻樑可以彎曲的鋁片 除了可以調整貼合鼻樑的作用外 還有一個功能 它可以讓口罩對折縮削面積 平整且穩固的收納 第三點 必須具有可調整性 這個設計的另一個巧妙之處 藉由類似摺紙的原理 讓原本平面的口罩 藉由皺褶設計 可以拉長面積 變成3D立體的造型 以貼合每個人的臉部曲面 當然 貼合度並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可是以它的產品定位 與售價而言 它已經做了一個非常合理 與聰明的解決方案 除了以上一些經典的口罩設計之外 還有多少口罩設計的可能性呢 其實真正的設計高手 來自於明星 這一年多來啊 有不少非常有創意的口罩被設計出來 真的可以說 人整都是實體師啊 當然 創意絕對是有的 但是能不能用 那就另一回事 我告訴你啊 我告訴你啊 設計頭的設計 沒有做不到 只有你想不到 欸阿伯 帶上這個出門 要相當大的勇氣啊 欸 告訴我一下 哪裡買的 唉唷 這成本相當高的啊 但是如果用尿過的效果應該會更好 嗯 先吃碗泡麵 碗再做成口罩 實在是 蒙拉鹹西口 絕佳概念 唉 這樣都被你想出來了 這個idea相當的效益 因為鞋子是運用多層次的複合材料手做的 也許會有硬密密的覆蓋效果 但是 你可能先被絞臭給勳斥啊 哇靠 好夢幻啊 所以胡去上先生 相當的廣包概念 我偷偷搞水平 設計比賽 只要吃到環保運氣 很容易得獎 欸大姐 你是剛騎他玩 順便拿三瓜布出去買菜是不是 雖然有創意 還是騎車還是要戴安全帽 好不好 最後 祝大家防疫期間 可以過得平常快樂 只要離開車門 請記得一定要戴口罩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ROCK 飛機 小鈴鐺 雖然有寫 小鈴鐺 不上 好